空间站的内部会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就有请大家把目光转向我们的天宫课堂 有请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程组 带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空间站 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的航天员老师们 太空探索有无止境 随着不断旋转的陀螺 我们已经从神十号任务进入了空间站时代 欢迎来到天宫课堂 同学们你们好 大家还记得我是谁吗 我是太空教师王亚平 现在位于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给大家开太空授课活动 今天和我一起授课的 还有我们感觉良好冲组的指令长 杰志高老师和叶光复老师 下面先请他们俩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 同学们好 我是指令长 杰志高 同学们好 我是航天员叶光复 真的非常高兴 有机会再次和大家一起探索太空飞行中有趣的科学现象 下面我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的太空家园 现在我要旋转着带大家飞向我们的小柱钻 这太空飞来飞去的感觉还是很棒的 现在我们来到了小柱钻 这里有三个睡眠区 一个卫生区 这是动腰的睡眠区 这是卫生区 小柱钻的镜头 停靠的是我们的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和天舟二号货运飞船 这是动三的睡眠区 哈哈 这个呢 就是我的睡眠区了 我用家人的照片和喜欢的小物品装扮了一下 晚上的时候还可以和家里人通通电话 这是我们望向太空和地球的悬窗 现在是阴影区 外面有点黑 湿重环境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分布和地面不同 下肢的血液会上涌 所以我们的面部看起来会胖胖的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那为了保持健康 我们会采用很多方法来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其中载轨锻炼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锻炼设备之一 太空跑步机 也叫太空跑台 为了能够在失重环境下使用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速度装置来固定自己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要把两个袋子扣好 同时为了减少跑步对仓体的冲击 我们还专门设计了缓震系统 平时我们会根据专家给我们设计的个性化方案来锻炼 这个个性化方案还有个别名叫运动处方 它就像药品处方一样保护着我们的健康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太空厨房的区域 这是我们准备一日三餐的地方 两边有很多太空厨柜 这是热风加热装置 这是微波加热装置 是用来给食品加热的 这边有饮水分配器和食品冷藏箱 这个冷藏箱其实就是一个小工箱 我们可以看一下冰箱里有什么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吗 对是苹果 虽然它的空间不大 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它 我们再鬼才能吃到新鲜的苹果 水是生命之源 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水 这个饮水分配器就是我们取用生活用水的地方 随着技术的进步 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实现了水的再生 空间站的每一滴水都会物尽其用 一会儿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还会给大家展示太空之水的神奇现象 大家要仔细看哦 好 我们接着参观 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锻炼设备 太空自行车 为了能够在失重环境下锻炼 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个舒服装置来固定自己 自行车不仅能够锻炼我们的下支 还能锻炼我们的上支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样锻炼上支 现在自行车的岛位比较低 阻尼比较小 所以摇起来轻松的 自行车的旁边是我们开展实验研究用的机柜 目前呢我们开展了 包括物理学 材料学和生命科学等方面的大量研究 前一段时间 我们的叶老师就进行了细胞学方面的研究 一会儿会给大家介绍 大家好好听哦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今天叶老师穿的衣服和我的不一样 下面我们请指令长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同学们 有谁知道 失重 对我们人的身体都有哪些影响 对 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影响 对我们的骨骼有影响 对我们的肌肉有影响 为了防护 失重 导致我们的肌肉萎缩 在我们空间站里 除了有好台 自行车 拉力气以外 我们还有一件秘密武器 同学们看叶老师穿的这身衣服 有什么语动不同吗 从外表上看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看它的内部结构 这是胸部 拉带的两个调节环 用来调节胸部 弹力拉带的松紧用 在这边还有 这是大腿前侧的拉带 这是怀部 拉带 这是背部拉带 这是大腿后侧 四根弹力拉带 在调节环 通过这些拉带 把人体给它束缚紧 使肌肉可以长时间保持一定的张力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 然后 施重 带给我们的肌肉萎缩 那么这套衣服的名字 就叫 舌服 好 谢谢指令长的讲解 小小的服装背后 凝结的是 航天科技专家的巧思妙想呢 刚才提到了细胞学的研究 下面我们请叶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太空中细胞的神奇变化吧 嗯 好的 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目前我们开展的是 施重条件下 细胞生长发育的有关研究 研究中 我们会用这个材料 对细胞进行观测 这是我们用于观察细胞的软件界面 这个是我们用于培养细胞的装置 里面能够保持适当的温度和气体浓度 对细胞进行培养 当细胞培养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 我们就会把细胞拿出来进行观察 那么我们观察 就会用到上面这台装置 叫医学样本 显微观察记录装置 这里面啊 有一台显微镜 我们把样本 放到显微镜的镜头下 然后再利用这个软件 就可以对细胞进行观测了 前期呢 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有关细胞的研究 有不同周期 不同时间和不同单元 通过人工制造的一个寄重力 和完全失重 两种状态下 对细胞进行培养 然后将这两组细胞进行对比 看一看它们在有重力条件下 和无重力条件下 其生长和形态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过程 然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研究 它变化规律和机制等等 而且啊 我们还选用了不同类型的细胞 进行研究 有皮肤干细胞 还有心肌细胞等等 嗯 细胞在太空中 还是很神奇的 甚至能看到它在跳动 嗯 是的 那我就找一段 前期我们观测的视频 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看 大家请看 这是心肌细胞在荧光显微镜下 观察到的画面 同学们有没有看到 有一闪一闪的荧光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其实啊 这是细胞自身生物电的一种反应 因为这些细胞它是活的 我们是利用细胞生物电 来激发荧光 这么一个特殊的手段 才能看到这样一种画面 非常神奇 嗯 真的是很神奇 而且啊 我们还有细胞跳动的画面 也一起来看一看吧 好 来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也是心肌细胞 它们在以成片的形式 在做收缩运动 大家可要仔细看哦 有没有看到它们的运动 它们就像心肌一样 一动一动的 而且啊 它们的运动还会有几率哦 对 真的看到它在跳动 是啊 它们在里面啊 光看动达着 就像是在告诉大家说 我们活得好着呢 怎么样 是不是很神奇 也欢迎大家来到太空 一起参与细胞研究吧 好 谢谢叶老师的讲解 刚才我带大家 探观了一下 我们的太空家园 现在到了提问的时间了 北京的同学们 请踊跃举手哦 请大家踊跃举手 好 我们请这边 第二个台子的 中间这位男同学吧 戴眼镜的这位男同学 亚平老师您好 您刚才的介绍特别精彩 让我感觉到 天上的生活跟地面 真是大不相同 在这里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您 因为您刚才在介绍的时候 一直是飘来飘去的 请问在太空中 能跟在正常地面一样 正常地行走吗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是的 大家看到 刚才我在介绍的时候 都是飘来飘去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请叶老师尝试一下 在太空中 像在地面一样行走 会是怎么样的 好的 我们尝试一下 那我试一试 我准备太空行走了啊 我飘起来了 大家看到了 在太空中 由于没有了重力的帮助 我们无法像在地面一样行走 只能是飘来飘去的 还要经常借助舱地上的工具 来回移动 其实不光是走路 就连太空转身 也跟地面有很大的差别 好 同学们 现在你们听我的口令 全体 起立 然后转 好 请同学们重新做好 我相信 大家转得很快 也很齐 那么现在到我们了 我们也请叶老师尝试一下 在空中悬浮着 不借助任何把手 尝试一下太空转身 叶老师 好的 大家看到了 叶老师 上半身向左转的时候 下半身总是向右转 上半身向右转的时候 下半身总是向左转 上下总是拧着的 那么究竟怎么样 还能完成太空转身呢 这个问题 前期我问过同学们 下面我想选择 两种答案 来尝试一下 首先 请叶老师尝试 用地面游泳的方式 来试一下 好的 哎呀 行了 虽然叶老师已经很努力了 但是好像不行 那么 再请叶老师 用吹气的方式 来试一下 让我再深吸一口气 好 叶老师加油 再使点劲 不行了 好像也不行 那么 我有一个想法 请叶老师伸出右手 不断地画圈 越画越快 来试一下 嗯 那我试试 叶老师开始转身了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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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叶老师 帮助叶老师完成转身的这个动作 和摇动量有关 生活中 其实还有很多类似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请叶老师 再来尝试另外一个动作 好的 大家看到了 叶老师手臂展开的时候 旋转速度会变慢 手臂缩回 旋转速度会变快 大家是不是想到了 花样滑冰运动员呢 北京冬奥会就要到了 同学们到时候可以认真看一下 花华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哦 好 刚才的问题非常好 下面我们请香港的同学提问 雅萍老师您好 刚刚您提到空间站里有饮水分配器 我想知道你们在天上的生活用水 可以循环使用吗 谢谢 好 也谢谢你的提问 目前我们空间站喝的水 是处理过的再生水 这和神识任务可是不同呢 大家看 我手里的这一半就是再生水 目前我们空间站 有一整套的水再生处理系统 能够满足汤内生活用水的循环使用 嗯 再生水喝起来和普通水没有什么区别啊 说到水呢 大家都知道水在地面有浮力作用 万吨巨轮就是靠着浮力 才能够在海洋中航行 同学们 你们现在可以拿起你们面前的乒乓球 放到杯子里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同学们的乒乓球 是不是浮在了水面上 这个结果 大家肯定不会感到意外 那么 我在太空中 做同样的实验 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 现在 我把乒乓球放到水里 同学们看见到了吗 乒乓球并没有像地面一样浮在水面上 而是停留在了水中 这和地面的现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浮力是随重产生的 在太空失重环境下 浮力几乎消失 所以乒乓球不能像在地面一样浮起来 同学们现在 是不是对浮力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呢 好 现在我们把水杯 传递给 叶老师 走你 抓到你了 由于失重环境 水在太空中可真是非常的有趣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展示一个美丽的现象 大家要认真看哦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水磨 好 我们成功地做成一个水磨 现在我们往水磨里加水 让它变成一个厚水磨 它现在看起来像不像是一个放大镜 这是我和我的女儿在地球上一起准备的花朵折纸 现在我把它放到水磨上 看看会有什么现象 同学们看到了吗 八朵再慢慢地开 我们得到了一朵在太空中拾开的花 非常地美丽 非常地美丽 看到这朵花 我就想到了我的女儿 同学们 你们都是祖国的花朵 含苹带放 未来是你们的 希望你们的梦想都能在这广袤的宇宙中绽放 好 现在我把花朵拿走 看完了美丽的花朵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其他现象 继续这场神奇之旅吧 现在我们往水磨里注水 我们往水磨上注水 让它变成一个大水球 同学们都知道 这是因为在湿众环境下 水的表面张力会大显神威 所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地面上无法做出的水球 好 我们再加一点水 让水球变得更大 更圆 更漂亮 好 我们再加一点水 在上边再加一点水 同学们 现在你们是不是能够看到一个 对的我 这个在上一次太空授课的时候 我也做过 大家知道 这是凸透镜成像的结果 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拿起 面前的水晶球 来观察一下身体的同学 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现象 好 现在 到我大显身手了 我们先请叶老师 把水球中的气泡 抽取一下 好的 水球里 有一大串可爱的小气泡 好了 现在 我们往水球里 再注入一个大气泡 同学们 现在 你们是不是看到 一正一反 两个像呢 坐在地面上 可是很难见到的 为了更好的 展示这个现象 我们请叶老师 也来展示一下吧 好的 我来了 同学们 看到我了吗 同学们 也可以想一下 为什么 有一正一反 两个像呢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深入研究一下 这里 我可以给大家一点小的提示 这是因为 气泡 加水球 分割成了两部分 分别成像的结果 好 课程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我要给大家 做一个 太空欢乐球 现在我们也请叶老师 将水球里的气泡 抽取一下 好的 好了 现在 这个水球 看起来 金银剔透 非常美丽 同学们看 这是我们在地面 补充维生塑用泡腾片 这是饭片 大家知道 泡腾片 遇到水之后 会产生很多气泡 同学们 也可以拿起 你们面前的泡腾片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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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到我了 为了让现象更漂亮 我要把准备好的颜料注入到水球当中 现在蓝色正在慢慢的渲染着水球 水球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漂亮的水球 现在我把泡腾片放到水球里 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 大家要认真看哦 同学们看到了吗 泡腾片在水球里不断的泡腾 产生了很多欢乐的小气泡 但是在失重环境下 气泡只是在不断的产生 并没有离开水球 随着气泡的不断增多 水球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欢乐小气泡的气泡球 而且伴随着气泡的产生 还有阵阵的香气 同学们你们闻到了吗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气泡没有离开水球呢 这个蓝色的小球像不像我们的地球 地球是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摇篮 但是人类不可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空间站 相信来中国人的脚步一定会踏入月球火星和更远升空 好同学们今天的演示到这里就结束了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们先请广西的同学提问 航天员老师们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们在地球上呼吸时 会吸入氧气 呼出二氧化碳 然后通过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吸入二氧化碳 进化出新的氧气 那么请问在空间站里 氧气与二氧化碳是如何进行循环的呢 谢谢老师 好 这个问题请叶老师来给你回答一下 嗯 好的 我们空间站是利用电解制氧子系统 通过电解水来产生我们人体呼吸所需要的氧气 而我们人体呼吸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呢 则是通过二氧化碳去除的系统进行去除 进而降低我们舱内的二氧化碳的盘 在后续我们空间站才会配备二氧化碳还原子系统 它可以将电解制氧产生的氢气 和人体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反应产生水 这样一来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我们空间站的物资循环能力了 嗯 好 接下来我们请澳门的同学提问 听闻老师你们好 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你们 请问你们在太空无聊的时候可以上网玩玩游戏 看看视频发发电子邮件吗 如果可以的话请问我们能不能发电子邮件给你们呢 在太空上是否跟地面一样能实时观看到世界各地的电视转播呢 谢谢老师 好 这个问题也请叶老师来给你回答一下 好的 我们目前在核心仓是可以跟地面发邮件的 也可以视频 平时我们可以看小说 看电影 还可以听音乐 每天晚上我们还可以看电视 而且频道还非常丰富 每到周末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和家人双向视频通话 不过呢 由于目前我们与地面的邮件通讯啊 它是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所以啊 还暂时受不到同学们发来的邮件 不过大家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网上给我们留言 也欢迎大家积极评论哦 好 下面我们请问川的同学提问 老师们好 我很好奇你们在太空站中的生活 所以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看到的风景 与地球上的有什么不同呢 星星还会一闪一闪的眨眼睛吗 周围有没有UFO出现呢 天还是像地球那样瓦蓝瓦蓝的吗 谢谢老师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透过悬窗呢 我们能看到我们蔚蓝的地球 还有日月星辰 但是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UFO 由于我们处在大气层之外 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 我们看到的星星会格外的亮 星星就不会眨眼睛了 另外没有了大气最光的散射作用 我们看到的天空 不是蓝色的 而是深邃的黑色 另外呢 我要告诉你一个奇妙的现象 我们现在每天能看到16次日出 因为每90分钟 我们就能绕地球一圈 好 下面我们请北京的同学提问 每位同学有问题请举手 我们这次把机会给中间的 第二台的这位红色校服的女同学吧 三位老师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在乘坐飞船 冲出地球和返回地球的时候 是不是像我们坐过山车一样刺激呢 在图中 你们有哪些美妙的体验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 有趣的问题 这个问题请我们的指令长给你回答一下吧 同学们好 坐飞船 要比坐过山车 更刺激 因为 飞船 在冲出地球头 返回地球的过程中 产生的负载 将远远大于 坐过山车 那坐飞船到底是什么感觉呢 我建议 同学们有机会 可以坐一座离心机 坐完离心机以后 你们就知道 坐飞船的神奇妙感觉了 好 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请大家叽叽举手 好 我们有请 这边 第三个园台上 靠里侧的这位女同学 航天员老师 你们好 请问你们在太空中睡觉的时候 会飘来飘去吗 会做梦吗 做到的梦和地球上的 有没有不一样呢 谢谢航天员老师们 谢谢航天员老师们 好 我来回答这个 有意思的问题 大家看到 我们在平时工作的时候 都是飘来飘去的 但是睡觉的时候 为了防止磕碰 保证安全 我们的睡眠区里 固定有睡袋 我们睡觉时 要沾到睡袋里 把自己捆起来 防止飘走 但是由于失重环境 睡觉时 无论是什么样的姿势 都有一种 站着睡觉的感觉 在太空中睡觉的时候 我也经常会做梦 有时会梦到和家人朋友一起 有时会梦到各种很有意思的事情 和地球上不一样的是 每次醒来的时候的感觉 很特别 每当我睁开眼睛 感觉到四肢的力量 看到自己悬浮在睡袋里 这个时候 反而有一种做梦的感觉 好 谢谢同学们 好的 谢谢我们航天员老师们 相信同学们 还有很多问题想要提问 不过咱们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交流就只能到这里了 谢谢航天员老师们的精彩授课 祝你们载轨 工作顺利 飞行愉快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的祝福让我们很感动 我们也要给大家献上我们的祝福 同学们 太空科技 奥秘无穷 未来属于你们 兴奥浩瀚无比 探索永无止境 希望同学们 张开梦想的风帆 向无尽的宇宙远航 非天貌 有不失重 科学貌 张力无限 同学们 期待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好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航天员老师们 同学们 回到课堂 刚刚经历了这么精彩的太空收客 我想大家一定收获很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同学们来谈谈你们的感受 请大家举手发言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